姚姚 你这一身玉姬 白兮兮 肤若凝止 连我一个女人见了 都爱不释手 娘 我上次让你去银河爹 结果怎么样 自然是对我喜爱的紧 这就对 你堂堂一个上书府的正事 哪能被那些小妾 给爬在头上 多亏了你 教导有方 娘听了你的话 对你爹撒娇吃馋 时刻保持新鲜感 我的瑶瑶呀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见过夫人 主子 此丹名为医孕丹 只要你服下 这最后一颗要完 就能立马成为医孕体质 男人只要碰你一次 就能立马怀孕 圣举到 碰天成孕皇帝 赵曰 朕成天之孕 统御四海 清细社稷 思绿江山 后继有人 经由尚书令之嫡女 苏敬尧 品貌出众 德才兼备 实乃规格之典范 特赐苏敬尧 为太子侧妃 以左东宫 让二人相敬如兵 早旦贵子 延续皇家血脉 轻死 臣女接纸 老爷 瑶瑶从小是我们疼爱长大的女儿 我想让她成为正事 可现在 我又未尝不知啊 太子和太子妃感情甚好 若不是太子妃三年无所处 也不至于让姚儿嫁过去 女儿愿意嫁给太子殿下 毕竟 这一刻 我等了整整十七 从知道自己穿梳成炮灰的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 要扭转自己的命运 十岁 让娘亲筹备 各类护肤的器具与药材 十二岁 数十名丫鬟 每日为我涂抹 并按摩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 容貌 都是女子不见血的利刃 既然 女主注定要死在太子府 那 何不上而占其位 就让我苏静瑶 把这一切都拿回 可惜 但刺激势 要是 不上占其位 呢 词 静瑶 不上占物 不上占物 吴 楼 也是 不上占物 还不上占物 不上占物 如果不上占物 太子殿下 起来吧 谢殿下 过今日至此 只是想告诉你 姑与太子妃已经定情 情意深厚 且姑心中唯有太子妃意义 所以姑不会 殿下 妻生在跟您成亲之前 早就听闻 您与太子妃的感情 您二人情色和敏 是妾不该打扰 殿下请放心 妾可以接受殿下不喜欢情 甚至 可以接受殿下不碰 只是 只是什么 臣女的爹爹 是尚书令 又是一国重臣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爹爹遭受非议 所以请殿下 给我一个体面 也给爹爹一个体面 留宿夕颜天 殿下请放心 切不会让您做任何事情 名字 给姐姐请安的时候 就和姐姐解释清楚 不会让你们的情风 有半分的误会 她不求恩主 你信主的家族 应该是一个品行良善事 好 顾答应你 但你最好 不要在顾面前说话中 你起身吧 谢殿下 应该是论 殿下 请问您更衣 不用了 我自己来 现在 失放了 太子殿下 他的皮肤竟如此白皙 口贤体正直 对不起 太子殿下 太晚了 睡吧 水底有动静了 鱼有过来 好甜的花骨桃下 太子殿下 果然 你们这些女子都已经为了上位不择手 我告诉你 越是这样 我对你越是憎恶 今日以后 你就留在府上哪里也不许去 尤其是太子妃 男人欲擒故纵得得太快 反而不好 我正耗费多年精心滋养的身体 还怕你 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主子 昨夜殿下并未与你 他不喜欢我 自然不会与我同房 主子 殿下怎么能如此待你 圣言 这里是东宫 太子殿下是东宫之主 他的一切行径 我们皆不可以妄加评论 听明白了吗 是啊 主子 你说什么 太子殿下昨夜夜宿赛了西眼殿 娘娘 昨日奴婢听闻 太子殿下昨日宿赛了苏测妃的请殿 太子殿下昨夜宿赛了西眼殿 千真万确主子 殿下昨夜宿赛了苏测妃的请殿内了 苏静瑶这个贱人 刚来就勾引殿下 那我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听完他在苏府备受男人宠爱 连点重活都没干 细皮嫩肉 我欠有礼 你去 把他给我叫到后山马场 刚来就这么相扯 那我就念灭他们威服 是啊 主子 太子妃邀请您去后山马场 主子 太子妃明知道您不会骑马 还故意让您去 一看就知道 没安好心 既然是太子妃邀请 我去便是 主子 是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爱情不过净花水月 胜利者不问手段 只问结果 可早就知道 我会因为圣旨而进入东宫 如果不能掌控天下 那就把掌控天下的男人 玩到您手掌之中 主子 这几日只见你拨水 不见喂鱼 鱼只有够恶 才会死死咬住鱼羹 你说什么 苏静瑶跟太子妃去了马场 谁死 吃这些什么的 切身给太子妃请啊 这贱人竟然如此倾国倾城 阿泽不会真的喜欢上他吗 太子妃娘娘 这是马场心道 你恨血包吗 听闻苏策飞也处于世家贵子 想必同样很擅长骑士 回姐姐 切不擅骑马 无妨 今日只是娱乐 就算策飞出城 也不会有人想 抓 是 是 姐姐 主子 你怎么办啊 你根本不会骑马 谁说我要骑马 男人要的是 不会骑马的扑 而他们要的扑 而他们要的是 不会骑马的鸡鸡鸡鸡鸡 那你 是 姐姐 林玉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太子妃娘娘 我家主子她不会骑马 上 太子妃 再上 再上 装的倒是挺像 我看 人都是逼出来的 你 月儿 她不会骑马 不会骑马 是吧 帮你 月儿 她不会骑马 泽哥哥 你怎么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太子殿下 是太子妃娘娘开玩笑 让苏策飞策马 一起赛马玩 不想策飞娘娘一时贪玩 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请太子殿下明察 不是这样的太子殿下 是他们救了我家主子的马 我家主子猜 好了不要再说了 太子殿下 是陈亲 情书不经 扫了姐姐的性质 你不能怪姐姐 这小倩人竟敢当着我的面勾引阿泽 想不到她如此单纯 自己受伤了还在关心太子妃 早上姑还以为她在肆意勾引过 看来是姑误会她了 安水 去把姑的金窗药拿来 是 你没事吧 殿下 切出出闺房 未经人事 她的腿好像被磨破 月儿 她的腿磨破了 姑且带她回宫诊治 安顺可以先留在这里 到时候女儿尽兴了 再回宫也可以 没笑了 她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包别的女人 我担心她真的爱上她了 主子 殿下心中定是有您的 不然她也不会为您守身如玉了三年 可是 三年前 我意外损坏了玉娜 终生无法受孕 若不是太子以为 我是当初救她的人 她断不会如此倾心意误 只要别的女人留在太子府一天 就是我的威信 苏靖阳 你敢跟我抢泽哥哥 只要你还在太子府一地 我就能让你生不如死 殿下 殿下 都是妾不好 打扰了你跟姐姐的兴致 妾一会儿 就让妙颖过来上药 些许过些评就会好 殿下还是快去找姐姐吧 妙颖难道懂医术 不派个人 给你请太医了 殿下 亲自想 都是由嬷嬷心照顾 肌肤胶嫩异异常 通常都是用特制的药膏 只有妙颖 最了解妾的体质 殿下 殿下 亲要上药 您 痛 痛 怎么了 姑为你换太医来 殿下 姑以为你伤势严重 姑儿请来查看 若是过重 姑为你换太医来 不用了殿下 气身 只是有些人情 刚刚妙颖揉散的时候 伤劣使了点气 所以 才没有忍住的 这女子 每一点都掐到好处的 才在让我讨厌的地方 可我为何却偏偏 生不出厌恶之气 殿下 姑只是为了查看 你的伤势 殿下 让妙云继续为你擦药 姑还有政务要处理 先走了 殿下慢走 宫中才新下了一些糕点 到时候让他们带给你尝尝 阿祖 听说此次花灯节 有花车游行 行花令 还有赏盒 你陪我去玩 好 我都答应 我都忘了 妹妹都在这 见过太子殿下 太子妃 快起来吧 以后私下里 见我不必行礼 都是自家姐妹 对吧阿祖 你说的都对 谢谢姐姐 苏静阳 你以为你狐媚勾引 便会让我失了阿泽的宠爱 亲印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 妹妹 这是莫风楼的招牌苏浪 你仰在深闺 定是没见过的 快吃吃看 这苏老中果然下药 林玉 你也不过如此 怎么样 谢谢姐姐 这味道 奶香浓郁 味道是极佳的 怎么了 是否身体不适 殿下 我突然觉得头好晕 先回厢房休息一下 不能陪姐姐 你们的忧望了 梅香 大苏妃娘娘 去厢房休息一下 是 娘娘 萨妃娘娘 萨妃娘娘 多谢贵人 你放心 我一定让这位贵人 输输输输输输的 好好玩吧 小娘子 我来了 阿泽 既然苏瑟飞去休息了 你陪我出去玩 好啊 太子殿下 苏瑟飞不见了 混着东西 什么叫不见了 奴婢方才扶着苏瑟飞 去西乡房休息 苏瑟飞一直喊口渴 奴婢便去取茶室 回来后却发现 苏瑟飞 已经不在屋里了 阿泽 苏瑟飞身旁没有护卫 该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阿涅 封锁莫封楼 你故意蹭一层的走 是 是啊 不派几个侍卫在门外上 你不要随意走 古晚现时后才回来 阿泽放心 去吧 苏瑟瑶 如果让太子亲眼看到 你失身于马夫 我看你 还怎么当太子侧妃 殿下 苏瑟飞在房内 属下不敢贸然进去 瑶瑶 瑶瑶 你在里面吧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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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瑶瑶 是 来 睡来了 来人 快来人 大人有何吩咐 我家娘子在你这酒楼突然不是 赶快给我找大夫来 大人放心 夫人没事 今晚花灯节 有不少年轻夫妻 来我们莫丰楼 品茶调琴 这花茶里面啊 加了不少助兴的东西 大人 你只管好好享受就行了 在说什么呢 我拿解药来 大人 无药可解 不会有成欢 若一个小时之内 不给姑娘解药 她就会终身不愈啊 瑶瑶 瑶瑶 干什么你 放开我 你让我去死 松手 松手 瑶瑶 你是姑的侧妃 你就对姑这般言 我不愿意让姑碰你 殿下在我心中 是唯一的夫君 我不想让姐姐难过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你给我 大人 没有多少时间了 若姑娘终身不孕 她这辈子就完了呀 不许诺过云儿 此生为她一人 可眼下这情况 我究竟该怎么做 太子殿下 滚 我好受 怎么阿泽去了这么久 还没有回来 定是太子殿下 发现苏策妃的奸情 勃然大怒 正在惩罚她呢 不行 我不放心 去看看 安侍卫 太子殿下呢 殿下和太子妃娘娘在里 行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太子殿下 素来克制 怎么会在 莫丰楼里 与侧妃娘娘胡来呢 若是让太子妃知道 艾世伟 太子妃娘娘 阿泽人呢 找到侧妃了吗 回娘娘 找到侧妃了 她和太子殿下 在里面休息 休息 这是何意 他们在这里面做什么 娘娘 属下要不然在莫丰楼 给您开间房间 今日恐怕回不了东宫了 本宫问你 太子和苏策妃 在里面做什么 娘娘 不能进 让开 不能进娘娘 娘娘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放肆 谁让你进来的 阿泽 你说你来找苏策 就是这么找到床上的是吗 大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月儿 你先回去 我晚些时候才跟你解释 解释什么 我看到的这些又算什么 你说过此生为我一人 绝不碰他 你对得起我吗 苏策妖 你可解释 你敢勾引我的阿泽 你从未寻过 阿泽 殿下 将太子妃带回去 没有孤的命令 不准出宫 太子妃 又回了 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走开 小娘子 我来了 走 你这个臭女 你这个臭女 正好让莫风楼的花茶助我一臂之力 林月 自食恶果的滋味 如何 你说了 去哪儿 去哪儿 我最恨你这副 总是有与姑 撇清关系的样子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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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还是跟姐姐解释清楚吧 我会要是大了就不好了 她是这般善解人 顾本应该高兴才能 可为何听她说这些话 顾的心里 会这么难过 好啊 顾如你所愿 我的第二季 功心为上 娘娘 太子殿下 朝七乱殿来了 梅香 本宫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殿下了 主子 您一定要坚强 万不可再与殿下起冲突 您若还是与殿下争吵 不是把殿下往苏侧妃那边越推越远吗 你说的对 阿泽子翻前来 必定是与本宫解释昨晚的事情 她还是爱本宫的 但我不能与她生气 拜子殿下到 切身参见殿下 起来吧 阿泽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 昨日侧妃 不小心误喝了墨风楼带料的花茶 这姑才跟她一起 但是姑昨晚 可跟她什么都没做 我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女人 只要你心里有我 你将来会是军国的皇帝 你的大臣不会希望你的子嗣担保 我 我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迟迟都没有生育 但是只要是阿泽的孩子 我都会喜欢 我只希望与你白头偕老 生同行 子同学 孤的好悦儿 永远都是孤的妻子 苏锦阳 你终究还是争不过我 主子 皇后娘娘宣宁入宫请见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走吧 借拜见皇后娘娘娘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你可知罪啊 请皇后娘娘明示 你嫁入东宫 所为何事 回娘娘娘 一是伺候太子殿下 二是为太子殿下 诞下子嗣 本宫听闻 你嫁入东宫十日 太子都未曾与你圆房 太子殿下与太子妃 情投意合 太子平日里正事繁多 妾不敢打扰 只要太子殿下能够疏心 就算太子不来妾的秦宫 妾也毫无怨言 放肆 不孝有三 母后伟大 太子乃一国储君 绵延黄寺乃其重责 你身为太子侧妃 不好好劝导太子 反而任其胡闹 妾身知错 你以后 每日朝十遍女责 什么时候与太子行周公之礼 什么时候结束 你可明白 先明白了 起来吧 苏侧妃 皇后娘娘知道你心思单纯 今日特助你一臂之力 本宫今天邀太子来宫中 品尝外邦新进贡的薄弱酒 太子多饮了几杯 貌似有些醉了 苏侧妃好好带太子回宫照顾 本宫乏了 是 切告退 妙玄 伺候殿下舒息 是 妙云 听到殿下醒来的动静 就通知太子妃 就说太子殿下 与皇后娘娘饮酒醉了 想让太子妃 亲自去接殿下 回西兰殿 主子 为何要去请太子妃 这此举明明是 金花姑姑为您 放长线 钓大鱼 你看我说的做就是了 是啊 殿下 别动 顾为何会在这里 顾为何在此处 殿下 妾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很得意 是不是很想让我碰你 是不是你 我母妃联手给顾下药 殿下 妾从未算计过你 可不是心非 既然你这么想跟顾远方 那顾便满足你 如何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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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殿下 殿下是姐姐的夫君 妾自入东宫以来 却多得太子妃的照顾和陪伴 妾不会做对不起姐姐的事情 妾已经请了太子妃姐姐过来 她马上就回到了 殿下不要这样 顾是太子 你是顾的侧妃 你没有资格拒绝过 苏锦阳 主子 您现在进去 岂不是服了太子殿下的威愿 我 好 苏锦阳 那咱们走着请 主子 您真决定给殿下使用百毒青 这百毒青可是能消极市面上大部分毒素 此番殿下他只是中了魅药 主子 你何不趁此良机 我自有分寸 拿来 扶进去 是 主子 灵月 被你看不起了 娇柔造作的世家贵女抢了夫婿 是什么心情 估计不知苏锦阳有如此手段 隐藏得如此之深 对于昨晚 苏锦阳 你可很满意 妾从来都为心无愧 是 你以为本王什么都不知道 昨日母后来过这里 又这么恰巧在宴会上本王被下了药 苏锦阳 你好生生 我的母后为我下药与你原房 昨日是皇后娘娘亲自找的我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问宫中的下人 且知道身份卑微 没有资格伺候殿下 故昨夜 并没有玷污殿下的清白 殿下请放心 这 既然殿下已经醒了 臣妾就安排下人过 妙云 奴婢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万福 起来吧 不知殿下今日身子感觉如何 昨晚主子为您服用了百毒青 只是不知对殿下身子有无其他副作用 百毒青 百毒青是当初主子的陪嫁 是夫人花费百金 从神医那里为主子特意求去而来的 那可是能解世面上多种毒药的解药呢 不知道 你先下去吧 是 亲生给殿下请了 请来吧 你为何脱脱的哭 没忍住 既然委屈 为何不把事情当面说清楚 又为何不当着姑的面哭 因为妾只想当着 只在乎妾的人面前哭 才不在乎的人面前 只会徒增悲伤吧 苏子雷 你说你给姑服用了百毒青 那为何今早我们又如此亲密 一山不整 那难道不该问问殿下自己吗 难道不错怪你了 妾知道 殿下的心中只有姐姐 殿下是姐姐的夫君 不管怎么样 妾都不会和殿下有任何的瓜葛 昨夜进入寝宫之时 我发现殿下身体有异药 我就立马请人去请姐姐过来 可我左等右等 我都等不到姐姐的身影 殿下一言未归 不知姐姐会不会误会 殿下 您还是快去找姐姐解释吧 今早之事 切不会在意 苏静瑶 别忘了自己的责任 是父皇赏给姑的侧妃 你有什么资格说 与姑毫不相干的言论 那殿下想让臣妾怎么做 加入东宫当日 殿下就跟我立下规矩 让臣妾不得妨碍 你与姐姐之间的关系 就请问殿下 是臣妾做得不够好吗 如今 殿下想让我怎么做到侧妃的义务 加入东宫之后 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嫌弃我 怀疑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如果殿下不喜欢陈妾 陈妾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殿下的义务 今日是姑做的 你做得很好 世人皆言苏家 前今是世家贵族小姐的点子 姑今日之劳 苏静瑶 你好好休息 晚些是姑再来 终于上了 害死你 他都要滚 你滚 月儿 月儿 殿下昨夜兄弟的可好 月儿 我昨晚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殿下不想与他发生关系 还是他不想与殿下发生关系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知晓你在说什么 阿泽 你之前从未这样跟我说过话 难道你真的爱上他了 你说过他们这些世家弟弟最会冷卧人心 这是你自己说的 够了 你看看你现在有没有点太子妃的样子 侧妃乃尚书敌女 自从她嫁入东宫之后 姑为了你 你整整冷落了她一个月 姑身为太子 颜绵黄色是姑推卸不掉的责任 阿泽 说过我跟他们不一样 你说过 够了 身为太子妃 礼应有容人之量 若是学不会 那就好好地学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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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敬阳 从前从未有人撼动过我的地位 是我小乔 门香 娘娘 去给我查 查苏次妃 现在在作声 主子 您现在不去讨好太子殿下吗 昨日您和太子殿下关系刚刚有缩缓和 不如现在趁热打铁 你知道孙子兵法第十六条是什么吗 不知道 欲擒故作 太子殿下 您怎么走到西安殿啊 可否知会太子妃一声 整个宅邸都是孤的 孤要去哪儿 难不成还要跟太子妃禀报一声 你也喜欢冯梦龙的事 太子殿下 您怎么来了 整个中宫都是孤的 孤有哪里不能去 你还没有回答孤的问题 我很喜欢诗人冯梦龙 他有一句 省事横言 妾一直记在心中 事不三思终有悔 人能白忍 自无忧 殿下不喜欢妾 妾可以忍受 也可以接受 自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忧虑 太子殿下 妾只是有感而发 请殿下恕罪 你紧张什么 孤倒是觉得 你倒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女孩子 真是让人懂事的心疼 还不过来替国更衣 君泽臣 你还没有意识到 你已经开始沉溺在这温柔乡了 殿下 你怎么还没睡 殿下可否让妾去测点睡 妾有些害怕 为何呀 妾自小就对惊雷有恐惧 去测点 有李嬷嬷陪着睡 你若是去测点睡 明日中宫之人 又该如何评书 若是让母妃知道 岂不是又会因为你而责惯 可是妾害怕 过来 谢殿下 好香的味道 不是讨厌 楚楚可怜 娇如造作的世家女吗 啊 你家主子昨日被吓到了 请点让她多睡一会儿 彪云 替我更衣 是 你说什么 太子殿下抱着那剑里睡了一整晚 娘娘别动气 您和太子殿下竟被竹马的情谊 您在殿下心中的地位定是独一无二 苏敬瑶不过是趁虚而入 娘娘不如咱们向殿下服个软 好 他就在哪 今日镇灾的时间 你怎么来了 阿泽 我昨日回去仔细想了你说的话 所以今天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 下去吧 阿泽 阿泽 是我迟迟未能有生育 所以你宠庆苏侧妃 我不怪你 可是阿泽 我想问你 你会爱上他吗 月儿 阿泽 回答我 你会爱上他吗 月儿 姑是太子 国之储君 爱情对于姑来说是最不值得提的一件事情 可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那是之前 月儿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军座臣 你骗我 骗人 月儿 太子妃娘娘哭着离开了 殿下您不去看看吗 但她没有想清楚她自己的问题之情 无始不过去见她 测妃这几日在干嘛 殿下 这几日苏侧妃被皇后娘娘叫去昆宁宫了 一待就是两个时辰 昆宁宫 你可知母后者大合是 应该是为了殿下子嗣的事情 苏侧妃她 应该是为殿下子嗣的事情 苏侧妃她 她怎么了 皇后娘娘每日让苏侧妃抄写公归女责之类的 几乎到了晚膳的时间 才让她回到东宫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属下之罪 去西岩殿 是 殿下 主子 今年的手腕已经开始有些浮肿了 您再继续每日抄写下去 可怎么行啊 您要不还是跟太子殿下说一声吧 皇后娘娘本就想让我与殿下同房 前几日把机会都摆在面前 可我就是拒绝了 这几日娘娘生气也是应该的 如果抄写女责公归 能够让娘娘消气 还能让娘娘不为难殿下 那又何妨 再说了 殿下日理万机的 不要一些琐碎的小事就劳烦她了 主子 我再教你一句话 这世间哪有事皆如仁义 只情无愧我信 好一个无愧我信 好一个无愧我信 见过殿下 起来吧 你先出去 是殿下 坐吧 谢殿下 母后这几日罚你抄书 你为何不告诉过 就是一些小事 不劳烦殿下 若是姑一直不知道 你是不是这几日都要去坤宁宫 直到把你的手抄烂为止 殿下 皇后娘娘宽厚仁德 自然不会让妾的手有事情了 只要你与姑缘访 母后便会放过你 求姑 变满足 殿下是不是忘了曾经跟我说过什么了 我说过什么 疼 你还知道疼 殿下这是何意 既然知道疼 那你就应该说出来 就向母后罚你抄书 也当如此 皇后娘娘让妾抄书 妾接手 知道怎么求人吗 殿下为何一直要欺负妾 明明是你让妾不要有任何的妄想 妾都如你所愿 偏君与你 你还不满意 那你到底想我怎么样 太子妃与姑两年未曾生育 为了姑的子嗣 父皇把你赐给姑 你应该清楚你的身份和职责 为姑剩下黄丝 明日 我行 为姑生下黄丝 为殿下生下黄丝 是妾的责任 本宫似落花 君心似流水 妾只做温馨无愧之事 你只说孤善变 妾不敢 那你是何意 妾入东宫以来 就知道君恩流水向东流 得宠忧愁 失宠愁 为何明明看上去那么柔弱的女子 竟然拥有如此倔强而强强的内心 可为什么她越是倔强 我越想拉她与我一同吃 你只要清楚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你身为侧妃 只管受着 她好像 跟宫中其他女子都不同 想要去哪儿 殿下怎么还在 这日休暮 姑怎么不知道 测飞每日醒的这般晚 才不是呢 切身平日睡得早 每日晨时就会起 明明是殿下 昨晚 姑怎么了 明知姑问 已经四十了 请来用早膳吧 主子 恭喜您 终于守得迎开见月明了 苏靖阳 你不得好死 娘娘何必动气 是一个小贱人 轻而易举 你有何气 过几日 是太子寿宴 听闻苏策飞特意为太子寿宴准备了功服 那功服的秀药 是朱顶红 朱顶红 这朱顶红 色彩鲜艳 但枝叶有毒 一旦沾上 便会引起皮肤搔痒 岂养难纳 这苏策飞贵为精中贵女 皮肤更是娇嫩无比 想必沾上此物 更为严重 届时 她不仅能在宴会上出扯 还能让阿泽厌恶她 苏静遥 你的好日子 我疼了 主子 李尚服求见 让她进来 下官参见太子妃娘娘 娘娘亲安 起来吧 谢娘娘 太子的积福准备得如何 回娘娘 为了太子生辰宴 尚服局准备了四套积福 只是尚服局除了要负责太子殿下的积福以外 还要为您和苏策妃准备宴会工装 下官以为可以 太子的生辰宴 自然以太子的积福最为重要 其他人的 按照平常的工装做就可以 是 娘娘 本宫记得 这次苏策妃选的绣样 是朱顶 你加些别的颜色上去 看不出来 倒也无妨 本宫选的绣样是勺样 醉似牡丹 你绣得像些牡丹 也是无妨 是娘娘 下官为您做工装 定然是最华贵的 下官也不会让太子殿下 的积福出现任何差错 甚好 那这次就有劳李尚服 不敢 下去吧 是 这夜准备的怎么样 如娘娘所愿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很好 这次我要让她 死无葬身之地 主子 您的身体一直有磨磨精心保养着 怎么最近一直来喝汤药来调理身体啊 您以前不是最讨厌这苦涩难闻的药味了吗 剑太医的医术高超 自然是这汤药对我身体有益 我才会喝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才会喝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主子啊 您看看这送过来的宫装 这里面的针脚如此凌乱 先不说这样式有多糟糕 关键这也不是咱送过去的意料啊 咱们明明送过去最贵重的云姐 您肌肤娇嫩 穿上这样的衣服肯定会不舒服的 要不如您找太子殿下说一声 奴婢给您换一件宫装 无妨 这宫服 正合我尽 林月 我早就料到你会用这一招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那我可就不吭气了 主子 您今日身子这样难受 要不咱们跟太子殿下告个价 无妨 把这宫服给我换上 是 太子殿下 千岁千岁千千岁 太子妃 苏瑟妃娘娘 万福今安 大家都平身吧 此次宴会 是为家宴几个 大家都不必夺礼 坐吧 苏瑟弄 今天 是为家的 末梁千岁的 我 今天 五一一决 不知是否愿意为妾伴五 奉香胜举 是 阿子 既然阿良弟如此有心 那不如我们就叫苏策妃五一决 苏策妃 你看呢 太子殿下 妾愿意五 好 凌月 既然你想死 我就让你死 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策妖 这个贱人又在勾引太子 梅香 交代你去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一切准备妥当 娘娘放心 苏靖妖 本宫这次定要让你有来无回 柯狗 你 我 这怎么突然摔了呀 她的鞋怎么了 不知道啊娘娘 奴婢 奴婢 并非没有让人对鞋子动过手脚的 静谣 你们是吧 黎玉 偷襲不成十把米的紫舞 怎么样 让你震惊了 还在后面 主子 拿过来了 给我换上 好 主子 这双鞋这么高 你穿上岂不是会很危险 就是因为 刚 才会有危险 你知道怎么杀人于无形吗 怎么 借刀 杀人 凌玉 是你想置我于死地暂心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殿下 玉玉 我肚子好痛 我肚子好痛 殿下 他 雪太医 殿下 殿下 吓 便下 便下 娘娘 好痛 没事的瑶瑶 有骨子 别哭瑶瑶 殿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为太子殿下 在宴会上的时候 主子就已经不舒服了 可是主子说 太子殿下的寿宴 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这才一直没有说 原本主子的衣裙 应该是由上好的云金所制 可这宫装上的布料 不知道被谁给换了 没事的瑶瑶 殿下 主子流血了 这 殿下 瑶瑶 太医呢 太医 殿下 我好痛 我好痛 瑶瑶 没事 你哪里疼瑶瑶 坚持一下 太医马上就到 肚子好痛 肚子好痛 坚持一下 太医马上就来 坚持一下 殿下 我为什么会流血 我为什么会流血 一定会没事 你相信顾瑶瑶 快 快 微臣 参见太子殿下 快 怎么回事 殿下 为何侧妃娘娘气血亏虚如此严重 金太医 刚刚主子流了好多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去查看 是 殿下 娘娘这是 小产了 你说什么 娘娘的月时 是什么时候来的 主子这个月月时还没来 可主子月时每个月都很准 酸酸日子应该是七日后 苏子月到底怎么了 殿下 娘娘近日可有事情 金太医 主子这半个月 断断续续都有在事情 殿下 娘娘真是 小产了 金太医 你可确定 殿下 微臣给娘娘把脉 脉象显示 是细血灰虚 且没有中毒 和其他可疑的脉象 可是 娘娘下病流血 小产后 细血灰虚的脉象也对 于是 娘娘 怀孕时间较短 无法把除怀孕的脉象 可是这症状 无疑 是小产 金太医 你再自己去瞧瞧 看看苏测飞脖子上的红尘 是不是导致消缠的原因 好 娘娘这似乎是 过敏的症状 金太医 主子的肌肤 会比别人娇嫩一些 这是主子今日所穿的衣服 主子平时都穿云锦 这宫装的衣服 虽然平时主子也在穿 可今日 穿着就是不舒服 太医 您快帮忙看看 好 这料子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 比普通的云锦 没有那么顺滑 可是即便如此 娘娘的红针 也不该如此严重 殿下 这宫装的料子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修样上 也许沾了什么东西 接触皮肤 竟然会有刺痛感 娘娘 本就肌肤娇嫩 这宫装又穿了 这般长的时间 所以这才 生了红针 这只眼 是不是导致 苏瑟妃流展的原因 殿下 这只眼 若是和皮肤接触 会引起刺痛 重疹 肿胀 等症状 若是不小心服食 准则 会 狗吐不齿 重则 会昏迷不醒 娘娘在寿宴上 一直穿着工装 参加宴会 之后 又站在高台上 观看表演 再加上后面 又是摔了一跤 娘娘怀疑不到半个月 正是 不稳的时候 也许 好了 都下去吧 微诚告退 殿下 殿下 都是我的错 其实我的身体早就发出了不识 我身体里的孩子也告诉了我 都是我 是我这个没有的母妃 她才会走的 我没有办法当她的母亲 不是这样的 都怪姑 是姑没有看好你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瑶瑶 你相信我 我们的孩子还会来找我们的 不会 再也不会 你相信我 瑶瑶 都怪姑 姑发誓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 我还会有孩子的 瑶瑶 不会 永远不会是 天下 不好的 瑶瑶 孩子殿下 查清楚了 对宫装动了手脚的人 是太子妃府上的人 瑶瑶 你是怎么敢的 太子妃娘娘 我家主子在东宫 从来都是与人为善 不曾害过任何人 这一定是有别人指使的 这件衣服的样式 是我家主子亲自设计的 还特意将太子殿下赏赐的云锦 送去了尚服局 只为太子殿下的寿臣 可如今这布料 却被换成了普通的云锦 这便也罢了 可为何这秀样上 还缠了有多的真水 殿下 本宫绝对没有对 苏瑶妃的宫装 斗过手脚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李尚服 苏瑶妃的宫装 本宫是交云你处理的 你是如何办事的 回 回殿下 回太子妃 帮处苏瑶妃宫里的人 将云锦 送到尚服局 是一个小宫女接手的 她也许 也许忘记借了 后面给苏瑶妃制作 宫装的宫女 是另外一个 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才没有使用苏瑶妃 送来的云锦 而是用了苏瑶妃 分历历的击断 殿下 下官有罪 下官没有管理好 手下的供人 导致出现这样的错误 可是苏瑶妃 工作上的金氧有毒 下官完全不止啊 你的意思是说 苏瑶妃用超了云锦笔 是奢侈 苏瑶妃用超了云锦笔 是奢侈 李尚服 苏瑶妃送来的云锦 在尚服局都是有记录的 是不是李尚服 查错了 回殿下 上官 上官 没有见过记录本 家去慎行司 等一下 下官有罪 下官只是叫 苏瑶妃的工装 吩咐下去 并不知道底下人 是如何做的呀 下官罪不至 甚行司啊 下官只是 视察之罪 赫瑶妃 你救救下官 下官只是按照您的吩咐 随便安排了旁人 给苏瑶妃制作工装 下官什么都不知道 下官什么都 李尚服 你治下不言 与本宫有何关系 来人 压下去 人家救我 救命 走吧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啊 殿下饶命 所有接触过苏瑶妃工装的人 都盘问过了 回殿下 盘问过了 只是 今天事发突然 时间太短 属下还未查清楚其中的原有 苏瑶妃工装的毒 还有这从高台摔下来的功能 都交给你去 不要严惩 不要严惩 是殿下 属下一定唱个水落石出 所有人都下去了 苏瑶妃身上是长了红疹 虽然严重 休养几日也就好了 殿下至于这么生气吗 而且我觉得 我今天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苏瑶妃小惨妃 你以为完美结束的宴会 其实都是苏瑶妃替你忍着 她穿着不适的云紧 穿着戴毒的弓装 身体极为不适 是因为你 为了不让你在皇后面前出错 还硬生生地扛了一天 还有她呢 独中不到半个月的孩子 没了 阿泽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不知道她回了孕 我原本只是想陷害她 让她在公宴上出城 我没想过害她的孩子 我不是故意的 是 你不是故意的 你是蠢 我曾经告诉过你 不要把这个骑黑 能引到苏瑶妃身上 如果没有你的事业 上风去怎么可能这么轻视苏瑟妃的功夫 甚至连她自己送去的云紧 我没有怀疑 天下 你是不是对我太过残忍了 你是太子 我没法问你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夺走我的夫妻 太子 姑是太子 你嫁给姑的时候 难道你就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吗 事到如今 到底是姑变了 还是姑认识你的时候 就不是真正的 殿下 您变了 妾身也变了 苏瑟妃的功夫 就是我败的 是我整人 在她的功夫上 除了带毒的枝叶 在她鞋上做手脚的功 也是本宫执许 妾身 愿意承担太子殿下一切惩罚 太子 妃妃 尽足七鸾殿两遇 尽足七间 跪在七鸾殿佛堂 每日两个时辰 为姑的皇嗣祈福 是 殿下 肃静 暂起 先让你得意一番时间 殿下 瑶瑶 你怎么醒了 殿下 我都听到 你因为我责罚了太子妃 瑶瑶 可否觉得 姑处罚得过轻 若是瑶瑶不满意 姑还可以 殿下会伤心 我不只是伤心 还心痛 我只是想问殿下 责罚太子妃 会伤心 我不想让你后悔 我知道 殿下一直把太子妃当成发妻 想让皇后娘娘认可她 所以 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让书宴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没了孩子 我没有那么大度去原谅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原来她之所以一直维护领域 是因为她一直以为我在乎领域 我怎么会这么伤 竟然没有看到她的心思 瑶瑶 我最在意的是你 我跟你说很多遍 不要因为太子妃而伤害你自己 我处罚 那是因为她犯了错 瑶瑶也更不需要原谅她 因为错在她 主子 这是靳太医给您开的调理身子的汤药 你快喝了吧 主子 您就算再怎么讨厌喝药 你也不能把药倒了呀 您这毕竟刚没了一个孩子 谁跟你说我有个孩子 瑶瑶娘娘 这是能够促身约历提前到来的方子 只要您按时服用 太子寿宴当天 您就会因为阅历提前到来 而出现大出血的状况 下去吧 是 我早就计划好和君泽成的仿式计 倘若怀孕半月便小产 就是连太医也无法通过把脉 来确定我是否怀孕 况且流产半月流的血 和月经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所以昨日主子只是来了月事 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要让君泽臣 彻底对林烈师 主子就不怕太子妃东山再起吗 我还怕他不会东山再起的 你不觉得给予一个人希望 再把这个希望踩在脚底下 很有意思 你不觉得给予一个人希望 再把这个希望踩在脚底下 很有意思 贱人 贱人 娘娘 娘娘 何必借脚这一时之气呢 你要本国如何忍下去 让那贱人爬到本国头上 不行 这太子妃之位 绝对不能让你来 娘娘 这可是无头法 一直不及时的话可能会毙命 你当真要使这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法吗 梅香 你可曾听过 舍不得孩子 耗不着老 可是嫁回给苏策飞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就赌一赌 本宫与太子之间的情分 还剩下多少 娘娘 娘娘 主子 太子妃娘娘来了 姐姐 妹妹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恭贺姐姐尽足背景 苏靖阳 你不会以为 就你这点小手段 就能把阿泽从我身边想走吧 我们青梅竹马的感情 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敢跑来插一枪 姐姐哥呢 就是为了讲这个呢 却知道 苏靖阳 那我们就走着 走 梅香 走 不是献烟气 非奸气的 妙云 嗯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 处理个干净 是 不是献烟气 非奸气的 妙云 嗯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 处理个干净 是 殿下 殿下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太子妃 娘娘现在昏迷不醒了 娘娘 娘娘 娘 殿下 怎么回事 太医呢 回殿下 太医马上就到了 微臣给太子殿下请安 快给太子妃娘娘看看 娘娘晕倒前 可有什么症状 娘娘晕倒前 有过恶心无吐的症状 殿下 娘娘这是 中毒了 可有解法 通过娘娘的症状 以及脉象来看 太子妃应该是 雾石了乌头 不过 索性吃的不多 身体重的毒较浅 微臣立刻看一记 解毒的方子 去吧 是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误实了乌头 殿下 求殿下为我家娘娘做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子自从苏测妃小产一世之后 便一直自责不已 时常郁郁寡欢 下午曾去见过测妃娘娘 吃了测妃娘娘的糕点 主子自从苏测妃小产一世之后 便一直自责不已 时常郁郁寡欢 下午曾去见过测妃娘娘 吃了测妃娘娘的糕点 哦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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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好一些 阿泽 阿泽 原谅我了对不对 你还在生病 先不要活 殿下 全身这是怎么了 你中午了 是谁要害我 我下午 下午去了苏测妃那里 我害了她的孩子 她就要害我的性命 对不对 不可能 不可能是瑶瑶 瑶瑶她心思单纯 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那会是谁 殿下 全身错了 全身真的知道错了 别怕 姑答应你 一定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你先好好休息 马上要完善了 姑还有政务要处理 你 亲事 公宋殿下 说吧 查到了什么 太子妃娘娘 今日只见了苏测妃 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瑶瑶 站起来继续说 见了苏测妃之后 太子妃娘娘午膳用了道药膳 根据太医所说 这在药膳里 参与无头粉 梅香所说 苏测妃的无头粉 我倒是没有查到 所以属下怀疑 太子妃的 应该在西乱店脑状 想说什么 继续说 属下调取过 东宫群无头的记录 无头对于 风寒湿壁的症状 有缓解作用 太子妃娘娘 刚进宫的时候 曾让梅香调取过 风寒湿壁症状的药粉 其中就有无头 难不成 太子妃自己 毒了自己 属下调取过 东宫群无头的记录 无头对于 风寒湿壁的症状 有缓解作用 太子妃娘娘 刚进宫的时候 曾让梅香调取过 风寒湿壁症状的药粉 其中就有无头 难不成 太子妃自己 毒了自己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太子妃娘娘心地善良 这才为东宫群 再考虑身体 只是属下怀疑 太子妃宫中 人多眼杂 有人利用 侧妃娘娘单纯 想得多 去尝 动作小一点 太子妃今日中了毒 本就活过 不要让她休息 是 殿下 太子殿下 清华姑姑到了 殿下 姑姑深夜到访 不知所为何事 殿下 是皇后娘娘得知 太子妃中毒一事 特遣奴婢来传话 请讲 皇后娘娘说 太子殿下政务繁忙 不宜再处理后院之事 此事交由苏侧妃全权处理 不得有顾 母后为何 难道殿下不相信苏侧妃 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安顺 此事全权交给苏侧妃 是 什么 皇后娘娘让我去查 是 主子准备怎么去查这个案件 若最后真的查出 是太子妃自导字眼 主子可要如实禀报 若最后真的查出 是太子妃自导字眼 主子可要如实禀报 身在后宫之中 走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林月昨日那么一茂 就算我告诉太子殿下 是太子妃设计陷害 把证据拿到她面前 她难免也不会怀疑 是我阴度生恨陷害了太子妃 若本身就是太子妃的阴谋 主子你只是查明真相罢了 妙语 如今我们都深陷齐局 就连太子也是一部分 真相究竟如何 还重要吗 重要的是 太子殿下怎么想 她心目中的凶手究竟是谁 如何能把这案子查得让皇后和太子都满意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最重要的 东宫所有的女子都如同膏羊 而太子就是那个主宰一切的主人 所以就不要怪我 算尽你的心 太子殿下 主子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做的 就是让太子殿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知道 是太子妃 精心设局陷害他人 而为替他坚定地维护着发妻的体 只有这个 他才能彻底放弃灵狱 哪怕一点点的愧疚 苏丧妃 苏丧妃饶命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苏丧 这是 这是让凌月 无法翻身的正经 苏丧妃 苏丧妃饶命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苏丧 这是 这是 这是让凌月 无法翻身的正经 参见太子殿下 瑶瑶 你怎么来了 啊 殿下 还有下人呢 啊 对了 最近太子妃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殿下 为何 为何皇后娘娘和您都要我去查姐姐中毒一事 顾本来是想给七栏殿的工人直接定罪 可是母后好像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 所以就让你查 既然让你查 那你查就便是了 好 那我就听殿下的 既然母后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好好查此案 还姐姐一个清白 瑶瑶 此事可以不必过于费心 难道她查觉 这是凌月自导自营 所以才不想继续往下查 亲族者 难道你也发现 你心目中单纯善良的发漆 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善 可是殿下 我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 有关太子妃 可是殿下 我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 有关太子妃 参见太子殿下 侧妃娘娘 人已带到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 我什么都没问了 奴婢不知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好 竟然不承认 安顺 殿下 把她押去慎行司 什么时候开口 什么时候结束 是 殿下 姐姐仁慈 若是知道 我私自把她的宫女带走 她会不会 好了 今日是锦与你无关 剩下的 都交给姑来解决 我就知道 殿下最心疼我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奴婢 奴婢不是故意的 这都是太子妃 让奴婢做的 是太子妃 自己吃了梧桐饭 时候 又让奴婢 将剩余的梧桐饭 埋在齐伦殿的树下 怎么可能 苏曾飞若是不信 可以去齐伦殿的树下去吗 怎么可能 苏曾飞若是不信 可以去齐伦殿的树下去吗 你胡说什么呢 姐姐心地善良 怎么会养住你这样的奴才 拖下去 奴婢这样的没有说谎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去齐伦殿的树下看 那还有藏着那剩下的梧桐粉 殿下 前置错了 瑶瑶 你又好端端的 你跪下干嘛 殿下 是我没有洗清姐姐的怨屈 还让这个奴才 污了您的耳 若是因为我 让你俩心生险心 我 万死难辞 好了 先起来 此事与你无关 阿顺 去齐伦殿树下给我挖 看有没有剩余的梧桐粉 若是有 给给我带过来 不可 殿下 若真是姐姐做的 她一定是有苦衷的 可她曾说 是因为你寝宙那吃食中毒的 你还要维护她呀 殿下 我与姐姐同为女人 我很能理解姐姐 讨厌我的心 我抢走了殿下的宠爱 无论姐姐对我做什么 我都毫无愿意 若若 你真傻 还不快去 是 殿下 全身见过殿下 全身见过殿下 参见太子妃苗苗 起来吧 太子妃 今日所来为何事 妾身今日前来 就是想请殿下 将妾身的宫女秦儿 归还于 秦儿 秦儿是 太子妃娘娘 太子妃娘娘救我 殿下 妾身病重 但是并未想要您惩罚任何人 只是您将妾身的婢女带走 是不信任我吗 林玥 你可知罪 你可知罪 殿下什么意思 您在怀疑我 不是的姐姐 是我怀疑 这个宫女就是给你下毒的真凶 她甚至还攀咬你 什么 娘娘 救我 奴婢不想去神行寺 殿下 秦儿跟了我许久 是不是 林玥 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吗 什么实话 娘娘 是您让奴婢将乌桃粉处理 摆在棋篮殿树下的呀 昨日 皇后娘娘 让我彻查姐姐中毒一步 我就派人去到姐姐店外守着 没想到 看见这个宫女情儿 偷偷摸摸的出来 你可有证据 证据 我当然有 没想到 看见这个宫女情儿 偷偷摸摸的出来 你可有证据 证据 我当然有 殿下 林玥 好戏 开始 找到了吗 根据秦儿所说 在西鸾殿大树下 发现了剩下的摸摸粉 此外我还发现 在秦儿的袖子上 也沾有了摸摸粉 娘娘救我 太子妃娘娘 我也听闻此事 殿下 还请将秦儿赐予我 我亲自带过去神月 我 还不承认 殿下 够了 把她拖出去 扯造型 是 太子妃娘娘 就是你让我做的 娘娘 殿下 我并不知道 此女为何死到临头 还要污蔑我 但是我绝非自导自言 不必再说了 传谷旨意 宫女情儿心思歹毒 处死 太子妃身边宫女梅香 向主子推荐心思不纯之人 张嘴三十 殿下 明日 全部在七鸾殿执行 让太子妃观行 殿下 我 女 你让姑太失望了 殿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做的 责 我们青梅竹马的起义 难道你不信我 林玉 你可知 男人的那点愧疚 最不知情 殿下 都是因为我的错 殿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做的 责 我们青梅竹马的起义 难道你不信我 林玉 你可知 男人的那点愧疚 最不知情 殿下 都是因为我的错 都是因为我 才让殿下和姐姐之间 心生嫌隙 甚至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 都是妾的错 你这个责事 这是倩小 这次姐姐没有伤害其他人 只是伤害自己来陷害 可是下次 姐姐若是陷害无辜之人 那这人何其的无辜 求殿下不要治姐姐的罪 向我打入冷宫 我愿意当着下毒之人 瑶瑶 你快起来 瑶瑶 殿下不答应 千千就不起来 起来 瑶瑶 殿下 千千是你的发起 你的青梅竹马 青铜银河 走到如今这一步 都是妾的错 妾知错 你这个贱人 我杀了你 闹够了没有 陈玉 你看瑶瑶都为你 让不到什么地步了 殿下 殿下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我特别可惜 你都不认识我 你可想过 咱们如今这副模样 都是因为她 茗瑶 殿下不让我说 我偏要说 你还记得 你当初许我的山盟海誓 你说过 整个东宫的女人 都是百舍 你只爱我 你只爱我一个 可自从她出现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 殿下 你还记得 你许诺公 我的海誓山盟 还记得 我们的花钱月下吗 姑没忘 还记得 我们的花钱月下吗 姑没忘 姑没忘 在你进入东宫之前 姑就问过你 做太子妃很难 但你既然选择了留下 你就应该知道 姑以后只会有更多的女人 可是那些女人跟她都不一样 自从她进入东宫之后 你知道你对她有多不同吗 是她硬生成从陈间身边抢走了你 是姑便信了 太子妃 你厌恶的应该是姑 而不是旁人 自己好自为之 你厌恶的应该是姑娘 你以为是我不想恨您吗 是我 我办不到 阿泽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就这一次你原谅我 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阿泽我求你 阿泽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阿泽 阿泽 我错了 阿泽 我错了 苏静耀 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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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你 黎月 来人 叶晓 他 传谷指令 太子妃品行不断 难当公妃之责 妃为数日 有尽冷宫 是 你父王 君泽臣 你父王 我这是怎么了 主子 你坏小主子了 你终于醒了 这几日 你好好休息 我还有政务要处理 我就先走了 祝你身体啊 主子 你昏迷以后 太子殿下 把太子妃打入了冷宫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九尺宫墙帝王家 一个灵月没了 还有下一 而我要做 是登上这最高位 扶摇池上九万里 九尺宫墙墙帝王家 一个灵月没了 还有下一 而我要做 是登上这最高位 扶摇池上九万里 太子妃宫墙帝王家 太子妃娘娘到 吉祥福到 同心同德 一世一家 天地为鉴 地结良缘 太子 太子妃到 贵 一贵 一败 二败 三败 三败 礼成 苏金阳 日后 我们便是夫妻了 愿妾身与殿下 如同梁上宴 碎碎长相见